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針對今天提出的報告 你在去年10月28號 我們立法院外交委員會 就做成這個附帶決議 要求要做全面全方位的評估 過了大概三個月 在2月14號才邀請相關 41個機關開會演議 那天的會議是您主持的嗎 不是我自己主持的 不是您主持的 我們是副局長主持 是副局長主持 所以我請教你是2月14號 那一次開完就沒有後續的會議的 我們把相關的資料 還有分請各單位裡面再就評估 3月11號送來立法院 所以相關的評估會議 不是由蔡局長主持 是由副局長主持 而且也開了一次會而已 嚴謹對國家安全那麼重大的議題 這個局長沒有親自主持 而且只開一次會 本席認為害過欺負跟草率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質疑 你這個準備不夠 你黑箱 有些國家 有提出MSI的概念 National Security Index 很多國家都依據這個 來做相關的不足的準備 相關缺失的補強 你只有很精確的用數據做量化 我們才知道說 是哪個層面遭受到國家安全威脅 是社會層面還是經濟層面還是政治主權層面 包委員 你的建議我完全接受 但是我給你報告 全世界有做這個評估的 一定不會交給情報單位來做 所以我一再的強調 那你認為是由由誰來做 是國安 國安的問題 但是不一定是國安局的問題 國安局跟政府各部會 它沒有一個隸屬的關係 我現在我很想做 但是我如果做 事實上我給你報告 我沒有辦法做得那麼精細 因為我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不適合由國安局來做 那你認為應該由誰來做 因為它跨領域、跨部位 跨到社會、經濟、政治主權 所以才構成完整的國家安全的防護網 所以你國家安全的最高主管機關 不是你來做誰來做呢 那你不能接受 就好像你在退卻這個責任 這個做很困難嗎 當然困難 國安局才能夠一千多人 我要管的事情 你叫我來做我做不到 你接受我的概念 你接受我的想法 你覺得你很贊同 那你就應該要去做 那不見得是由你來做 但是你要想辦法 找一個機關來做 對不起啊 我也不是總統 我可以去找一個機關來做 那你是總統的好朋友啊 對 你的建議 我覺得這應該嘛 但是你不能找一個沒有這個能力的人 而且就法律來展開 你沒有妄自菲薄 我對你很深的情 那你要積極認識啊 只要跟國家安全 再上別人 就讓你要有於承擔啊 我沒有那麼多使命感 因為我知道我做不到 一個國家安全的主管 就沒有那麼多使命感 國家就完蛋了 不會啦 一定還有人做 你應該有更多使命感欸 如果你沒有更多使命感 你就不應該在這個位置上 我也不應該被詢你 我也不應該質詢你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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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